这个地方空气清新,鸟语花香 这里就是隐藏在贵州前东南大山深处的一个洞族村寨 在半山坡上有几栋掉角落 其特的是,木楼的柱子居然是用石头垫起来的 没有地基水泥钢筋 据主人介绍,已有20多年了,都不会倒塌 大澳年尾,很多农村地区都有杀年珠的习俗 为过年期间准备充足的肉类 在朋友的邀请下,我们从贵阳开车300多公里 4个多小时,来到这里吃杀猪饭 每年进入腊月,很多村寨家家户户开始杀年珠 但时间并不统一 今天这家,明天那家,杀年珠事件大事 也是迎接清明的一种装饰 欢迎过年啊,今天我们杀猪猪庆祝一下 杀好年珠,大部分猪肉会进行军烤,做成腊肉 所以当您在农家里看到四处挂着黑不溜秋的腊肉时 也就不足为怪了 除了做成腊肉外,其他肉包括内脏等则用来请客 也算是比较隆重的传统习俗 所以为了吃这顿杀猪饭 我们自驾300公里来到这里 提前感受一下少数民族能不能领过人的相亲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